当归用汉词解释是,当然回来的意思,当归是恢复损伤细血的最好的药材,所以,以前人们约定在见面时,互赠当归花,当归得更可入药,功效当归味噶,心,性温,具有补血,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,因此,用于女性约定不调,去身体的喊气,经常服用当归,手脚会变暖, 而且,促进肠道的血液循环,对便秘效果显著,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,能使皮肤轮责光滑,当归上部具有补血的功效,根湿部具有通血管,活血化月的功效,平血,低血压患者服用当归的上部比较好,动脉硬化或高血压患者服用当归的根湿部分比较好,完整的当归具有补血,活血的作用, 因此最好是当归上部和根部一同使用,组织,血液循环障碍,月经不调,手足冰凉症,便秘,皮肤疾病,浴血,贫血,低血压,动脉硬化,高血压,制作方法一箱比干燥的当归,稍微带一些流性的是好的当归,当归本身具有香气, 所以不用再添加其他的,直接服用即可,二百十克左右的当归切细,放入了五百毫升的水中,当火煮,翻水开以后,改用小火,煮到水的量为原来的一半,把多次饮用,煮一事项不用太多,会引起消化不良,出现腹泻, 就是因为,当归过于促进肠当活动,但是,不用担心,身体放寒,发烧时,最好不要服用,当归他是何少英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